强弱其实都是对比分出来的 比如在现在这个时代大白鲨是海洋里面的顶级猎食者 然而如果放到白乐际时代的话 也不过是普通的海洋猎食者罢了 而且这么说也是有事实依据作为支撑的 根据今天的发掘出来的海洋生物化石来看 在白乐际时代本身就有一种不逊色于大白鲨的巨型鲨鱼 这种鲨鱼就是白乐刺甲鲨 如果带问题型的话 白乐刺甲鲨甚至比大白鲨还要巨大一些 成年以后的白乐刺甲鲨体长通常在7.6米左右 而作为对比大白鲨成年后的体长不过只有6.5米 而且白乐刺甲鲨也绝非只是个大的绣花枕头 事实上这种远古鲨鱼非常的凶悍 它们的牙齿有些像弯曲的镰刀 长度大约在5厘米左右 又锋利又坚硬 一点也不比今天的大白鲨差 另外除了一口镰刀般的牙齿以外 白乐刺甲鲨的防御实力同样不容小觑 它们的皮肤非常坚硬 并且带有齿状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它们才获得了一个白乐刺甲鲨的名字 凭借一身后实的皮肤 白乐刺甲鲨也获得了非常强的潜水能力 它们可以下潜到千米以下的山海 这在那个竞争环境比较激烈的时代 是非常有用处的 既可以躲避更强的约实者 同时也能够获得更广阔的捕猎空间 然而即便白乐刺甲鲨看似已经无懈可击 在白乐纪那个时代 却也依然不是海洋里的定级猎食者 起码与今天战力不相伯仲的大白刺是无法相比的 大白刺在海洋猎食者中的地位也就仅仅次于力几金 而白乐刺甲鲨却可能被多种海洋猎食者做猎杀 比如大名鼎鼎的苍龙 就经常会拿白恶刺甲鲨开刀 除了苍龙这种强大的猎食者之外 白恶刺甲鲨也会遭到蛇颈龙的猎杀 毕竟在白恶纪那个时代 蛇颈龙还是不可忽视的海洋力量 虽然在数量方面已经忍不如鼎盛期那么多 不过白恶刺甲鲨这种远古海洋动物 在智商方面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尽管正面较量白恶刺甲鲨不是成年苍龙或蛇颈龙的对手 它们却会偷袭幼年的苍龙 或是幼年蛇颈龙来报仇 或者说也是为了解决失误的问题 另外除了吃甜蜜的孩子以外 白恶刺甲鲨也会捕杀 此前我们曾经科普过的建设鱼 这基本上要占到白恶刺甲鲨一半左右的食物来源 面壁思过 白恶刺甲鲨在战斗力方面 虽然不是那个时代最顶级的 但它们在适应环境的能力方面 是要强一趟龙之类的海洋霸主的 但就懂得协同作战 这一点就比大多数只会单打独斗的海洋巨兽要强得多 生命的第一需求是生存 每一个物种都有保障自己生存的权利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从自己做起 尊重生命就是尊重人类自己